今年的臺灣文博會集合各界創新能量 臺灣的茶飲文化也在求新求變 開業三十多年生產茶器的老品牌 他們之前曾經獲得德國IF傳達設計獎 今年再次推出新作品 在這裡品茶有專業的調查師 有搭配融合東西文化的新式茶杯 而且會配合節氣和音樂 讓喝茶變成一種表演藝術 順利圖樣環繞投影現場 Bartenter獨守環形吧台 隨著節拍行動 但他不調酒 杯兼流淌的是臺灣茶 那其實調酒Bartender的意思就是一個溫柔的枝牙 Bar跟Tender 那時候我們常常想說是不是有很多人其實他不喝酒 從未對方設想出發 將東方茶道融入調酒文化 由三十二年歷史的茶器品牌 發起的Tea Party二部曲 希望透過混搭將茶道介紹給新世代 我想我們應該是用年輕的角度來談茶這回事情 那以後經過一百年我們講說我們比較想遠一點 那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讓後面的子孫啊 或者朋友能夠看到說 欸 茶有他的一個新的呈現風貌或表達方式 你今天站在大馬路上把眼睛閉起來風吹過來 你感受到溫度聽到的人聲聞到的味道 甚至於放在你嘴巴裡面你可以品嘗到的一些食物 的口感等等的 那到底這些東西為什麼會發生 其實就是二十四節 其實就是春夏秋冬 所以那時候Tea Party有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從春茶出發到冬茶結束 但其實它是生生不息的 用新世代能接受的與惠 包裝深厚的茶文化 現場上是一場混音派對 跨界結合了互動影像 私足舞曲 服裝 家具設計 跟品茶最重要的創新茶器 因為這次是混嘛 那我們混東方西方酒與茶 還有年輕跟中年的年齡層 因為我們的杯子的造型它會像花朵一樣 好像花一樣綻放 所以在下面的部分我們特別請師傅去做雕花的部分 那讓使用者在握的時候就會有手感的部分 結合玻璃酒杯與老延泥茶杯 跳脫科舊依然方便品名聞香 集結八項不同專業領域的設計團隊 成就一場四季輪轉的茶酒沙龍